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这支观众反馈想看的一支笔,英雄007 这个包装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急运那边的问题了 还是说他寄过来就这样子 因为我另外一盒是好好的 就是我不只买一支嘛,我还买了别的 但这一支的话就变成这样了 虽然说问题不是很大的,而且他里面也好像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吧又是一个,还是一样吧 那个纸片还是那个所谓的龙骨盒 然后笔呢一出来就这样子 那我先拿一下那个样 拿那个笔来对比一下吧,还是 16,然后还有200吧 虽然说我用的最多是海韵 但这支说实话吧,这冷气真的不是很高 我就不拿那支了 那能看到这支笔那非常的细 那比起平常的一个现场笔的话 另外也是偏短,那完全是中古笔的一个外观设计 笔尖的话它是一个按间笔 那我自己手上是不用按间笔了 那所以说,嗯,没办法去进行一个那个 把帽的这样子一个笔尖对比 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 看一下这个重量 好 重量上来讲的话,以这么小的笔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重量虽然说也算很轻 但是还没到眼前一亮的那种轻 因为这样子 我用的百利金的话15点多 那这个是上满墨的 那我们在这个再拔出来看一下 6.3,那上满墨跟没上那差一克 那9.8,那减回去8点多 那相对来讲,以百利金的这个粗细的话 这个粗细嘛 它们去对比的时候 这个粗细的话 会 就以它这个粗细来讲 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轻 就 算OK 就这个重量感OK 但是还没到说非常轻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因为以 它这个形体来讲 有这个的轻度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正常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的长度 可以 好 好,长度是带帽了135左右的一个长度 然后呢,再把这个给K 对,122左右这个长度 好,那长度大概是这样子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下来开始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细节吧 那首先它这个就是跟常规一样的一个拉丝帽 那看起来这个质感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支笔我买回来的价格 说实话也是 也就比616贵一点 好像10块钱左右吧 那个,当然还没算那个运费 然后上面的这个树枝的抛光 看起来没有很重的库存痕迹了 不知道是属于现场比还是库存比了 因为 呃,我说实话 国产比真的太多了 然后就 我自己到现在其实也不是很能搞得清楚 比较上面来讲的话 没有那个剑标的话换成这样子一个比较 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相当来讲还有点新意一点 但是到现在还没能看到就是英雄他本身比较的一种象征性的设计 就像剑标他其实是派克的一个象征嘛 万宝龙他还是一个就是一个圆圆的直直的那样子的一个设计 水人的话他是比较中间是空心嘛 就是每个品牌都有 嗯,但英雄的话暂时还没看到 另外鼻顶的话 好,由于他这个成本问题了 那就这么去压了一下这个的 呃,logo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另外呢就是上面的这个 好像是有点 这个有点上面一个放射纹还是什么的 这个应该是塑料件了 估计是本身的那个度 就本身的那个塑料件就是不是特别平滑 然后度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说有有点不是光滑的感觉 就是我手现在这样擦干净的时候吧 好像 应该不是我手指纹的这样看 然后这里又很光滑 那这些细节上呢 价格上来讲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再下来笔尾的部分也是很常见 没有什么很突突出的地方 反而比较突出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 就这里一个银色环 我一开始以为是笔帽跟这个银色环一体 然后拔的嘛 因为平常就是一个金属帽 然后套上去 然后但在这边的时候你去看 哎,它是这样子分块的 反而就是这个位置会比较突出一点 那笔的话这个的一个重心的话 个人觉得就是看一下 呃,重心的话反正也是在中间 那笔上面的一个样式 个人觉得就真正常常吧 真的 因为这个款吧 出了我估计英雄上也有 我这就单纯以这种按键款 我觉得最少也有一百种了 其实真的有点太多了个人觉得 然后这么看的话就是笔尖上 上面应该都是通用键了 我觉得可讲的也不是很多 那笔帽上面的一个 印了一个英雄 然后这样子的 应该是一个腐蚀的一个 就是腐蚀的一个工艺 就是把那个007的这个空出来 然后药水上去腐蚀出来的 然后笔夹的话 松紧度个人觉得还是ok的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 这个笔尖吧 好可以那看到这个笔尖了 好笔尖也是很正的 那看一下这个笔蛇 有没有觉得这个笔是特别的细呢 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现场笔 然后国产的打磨方式嘛 一如既往的你看前面有点斜 然后旁边有点左右两边它是偏平的 然后前这边看的时候有点那个圆圆的 这样子但是现在大家应该看到有外间的这个情况 这个间有点歪了那书写起来应该觉得 就是看到材料上面来讲你看都挺新的 但是刚刚这样子一歪间 这里看好像还没那么的明显 但是从这边一看的时候 我这边拿正一点 我我现在拿正 那一看就整个就歪了 那调整的话我估计就不会了 我就直接这样写吧 因为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倒腾 这个比倒腾太多了 毕竟一上手的脑用 呃相对来讲怎么讲 比较方便 而且我个人也是追求实用的 那既然装起来是这样的 那就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去试会比较好 那笔尖上大概就这样了 就比比较值得去 画一下就是上面的这个笔色上面非常的新 你看这个就是哑面了 跟平常那个就买的老笔那些的话 那个哑面不太一样的 那如果拿到鸡尾到别的笔 应该还是不错了 因为笔尖笔的时候 我认为就他不可能说我再开个吸膜 然后再来做 应该都是用旧的膜 然后素质什么都不变 那就这样子重复的 好再下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 对也是一个呃 我不不太喜欢的一个吸膜器 但是这个吸膜器这次不是那种亮面的那种 这次应该是铝的这个这个 这个摸桥有点氧化的那种 就看起来这个光泽是有点氧化那种光泽吗 但是也是金属的 但应该是铝的 那看起来会比较轻 然后这个吸膜器也是万年没有改 然后上面再写了一个英雄这样子的 呃不太懂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吸膜器呢 因为个人觉得这种一只捏的 上墨是方便 但是真的不太好洗 除非是说我一直用这这支笔 那我觉得这个是ok的 可惜的就 呃主要不是 好然后我们再下来上一下这个墨 这个墨 好像我的斜热墨水用了一大半了 呦 啊不是斜热 追合饼 斜热的瓶子啊 好然后把这个上完一下这个上墨刀应该挺方便的 我去那个把笔给擦一下 好那纸巾拿了以后我们赶紧来擦一下 顺便点一下啊 冷上墨那行我们擦一下 然后赶紧来试写一下看一下那个效果如何 其实这种上墨器你看我满满的上就是这么就这个口嘛 这边啊 那个口是倒过来的时候墨会灌进来的 我现在手指指的这个小口就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也没上很多 其实我就不懂了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吸摸器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还是需要给换一下 然后倒是这个比你倒差和不到差的一个差别到不是很大 我比较好我觉得比较就是呃 比较可以讲的就是这个 好了那还是一样先试写一下 好那书写完以后把这书写起来的时候 然后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吗 就横竖的声音是一样的 鞋感来讲也是有点接近现代感的这样子一个鞋感 但是我 就这里这一下对往这边就这里这样捞下来说有点小刮子就是感觉到刮有点刮的那个感觉其他都是很有不错的一个顿挫感就是它的阻尼感也是属于顿挫的那种那用起来的话就是有点刮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前面就里面那个外间的一个问题啊希望不是那书写感受来讲的话呃不是很容易的 很有特色那反正用也是没有大问题的日用也是ok 鞋感上也不至于说的很差反正也比谈笔的那种来的好 那其他的就比较值得去夸的就是这个位置笔环的这个位置 好其他的就大概这样子有什么我肉讲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然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那个加下我微信然后那个我把你拉到微信群这样子好 那个我们下次见拜拜